北韓明天到底会不会发射飞弹 临近各国都是绷紧神经的 我国外交部表示 已经成立了应变小组 随时会注意掌握朝鲜半岛的相关情势 并且会跟相关的管处 跟主要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 外交部灯火通明 密切掌握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除了外交部的应变小组之外 经济部 经管会 国防部等相关部会 也会针对目前在海外的国人安全 以及产业 股市稳定的面向 预先备妥应变计划 行政院表示 政府绝对会高度重视 朝鲜半岛的情势发展 审慎做出各项因应措施 让国人安心